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一般来说汽车上市之后再加价 是日系车和德系车常做的事情 因为自身条件过硬 即使加价也不怕顾客流失 但是一直降价优惠处理 以提升销量的美系车 在一款SUV降价上大胆的加价30万 这看似不可思议 然而既然敢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么它就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首先它的外观采用了LED大灯配置 整体看起来时尚又豪华 轴距312的尺寸 可以说空间舒适度很高 毕竟这尺寸比一般大型SUV还要大些 后排容积最大可达2400多升 人多的时候还可以将后面的第三排完全放倒展开 多做两三人也丝毫不勉强 其次不论是上下车的踏脚 还是后备箱的行李架 都做到了十足的人性化 285、45、22的轮胎 属于比较大型的轮胎配备 匹配这辆28吨重的大车十分合适 它增加了车身四肢的承重力和稳定度 内部的功能自不必说 平常汽车拥有的设备它几乎都有 此次基础设施上还有加强 且设计大计有特色 能让人体验到高端服务 最后它的动力系统也十分给力 采用的是最大功率415马力 峰值扭矩为670牛米的3.5T V6双握轮增压发动机 使它6秒即可以加速到每小时100千米 传动匹配也采用了多达 10档的首次一体变速箱 这样一辆豪华的高性能SUV 有谁不爱呢 也难怪出一问世便供不应求 只好加价 现如今要在中国买一辆这样的车 在加价30万的情况下 最低也要150万了 不过制作良心的一辆车 对于家庭条件还算充裕的人来说 值得购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